你不用去拿水,我没事儿,你坐这东西啊 好说酱也是心理旧家啊 你都要干嘛去 10月22日,有网友晒出 郭德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演讲视频 看到郭德纲走进美国校园 为留学生讲解传统文化 大家纷纷竖起来大拇指 表达对郭德纲的敬佩 同时也不得不佩服郭德纲的能力 虽然是到大学里讲解中国传统文化 但现场比相声专场还要可乐 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 同时也非常过瘾 不用花钱,还能感受到相声专场的氛围 真是来着了 郭德纲一开场 就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谦逊与幽默 就像郭老师说的那样 他虽然文凭不高 但是怎么说也是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 他本身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 但是呢,你要说讲座我不敢当 为什么呢,没有资格做您的老师 什么叫老师 传道受孽解惑 我没这么大力 你们都上这儿上学 不需要我来讲课 我是作为朋友跟你来聊天的 很高兴能见到你们各位 万里大象与故事 讲课呢,得是老师 我连初中文章都没有 所以说不敢 咱们就聊一聊天 当然,虽然说我不是来自一楼大学的 但是我是一楼说讲的 整场讲座共一个多小时 郭老师也多次引经据点 讲述了相声的发展历程 引得同学们频频鼓掌 同时,郭老师还解答了现场同学们的一些疑惑 虽然有很多的问题跟传统文化不挨着 但郭老师也是耐心地回应 把现场的气氛带到了高潮 然后后来就是睡不着觉 啊 全是睡不着 我们就听一个评书 这不是听睡着的 是 除此之外 也有现场同学提问 如何看待一些黑粉恶意剪辑的段抹黑得云射 郭老师的回应也让大家拍手叫好 然后郭老师还不忘调侃一下老搭档 你还说他剪门之后 他有点不合适的话 那你说那就是黑粉或者营造 这个有办法 天下人分三种 一种是好人 一种是坏人 剩下全是糊涂人 因为你说八次 他信八次 你改识回 他得信识回 然后我好多人往上去 说我刚刚的闲话 到牢什么的 我都不往心里去 就有来说没有意思 我陪他在一起 人家的脑子给份儿躺 我们等着走了 所以说 时代发展是在进步 有个网络让更多的人都说了话 但是一段好事 我还有人发展了吗 是不是 有人说不好不好就不好 那管不了 那这个事情 这一般都鱼老做菜 确实做菜不好 是不是 郭老师曾说过 一个艺人想要一直火下去 靠的是好的作品 一身的本事 一个人帅也只是一时的 你不能保证 你四五十岁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只有好的作品 让关注通过作品喜欢你 才是最保值的 台底下能让观众 花钱买票的演员 都不是一般人 我老说的 台底下 你让人花钱的 真心呆心 好钱买票 你都不是一般人的 他用从旁边 他用从花钱的 你得打个肚子 你打个肚子 他咱咱咱里 就这么点 同时 郭老师这些话 也侧面地验证了 商演是检验演员的 唯一标准 德云社如今不仅在国内 举办了多个大型商演 就连海外都开启了专场 如今又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文化交流大使 这也不是老郭第一次去大学讲座 早在2012年 郭德纲就曾受主办方 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 演讲中国民间相声艺术 和大家一起聊相声 可以说 初中没有毕业的郭德纲 做到了许多大学教授 都没做到的事 德云社在郭德纲的带领下 在今年创下了一个多月 在海外十一场演出的圣果 郭德纲做到了许多相声同行相干 却没有干到的事 由此可见 郭德纲和德云社 对于传播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功不可没 郭德纲 郭德纲 郭德纲